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欧元对于美元的比价开始出现反弹 保持在一个新的支撑线1.0810之上进一步的攀升 未来可能会首先达到1.1560之后上升到1.19 再来关注一下英镑对于美元的比价 现在是保持在一个压力线支撑线1.50之上进一步的上涨 而且受到一个50天均线的支撑 所以未来可能整个的比价还会进一步的攀升 首先达到1.5840之后上升到1.6050 再来关注一下美元对于日元的比价 还在进一步的在一个三角的轨道当中进行的交易 可能在近期会有一定程度的盘整 我们下一个的目标是定在126 并有可能会看到整个的价格进一步的冲高 再次上升到127.70 再来关注一下本周贵重金属的交易状况 现在是承压下滑的 黄金的价格在一个重要的压力线 每盎司1233美元之下 在未来的交易似乎也是保持在20天和50天的均线之下的 如果刚才说到的压力线没有办法突破的话 金价可能会进一步下滑 首先达到美阳斯1160美元之后 下滑到美阳斯1130美元 最后关注一下白银的交易价格 在短期来看走势也是负面的 现在保持在20天和50天的均线之下进行交易 现在的压力线是在美阳斯17.76美元 如果进一步的下滑 可能会看到赢价首先滑落到美阳斯15.55美元 之后下滑到美阳斯15美元 感谢各位的收看 欢迎继续锁定由瑞德二元期权为您带来的市场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